27歲的台灣華倫溜冰女將張又欣 在華倫溜冰世界錦標賽 以7分43秒的驚人速度超越對手 勇奪女子5000公尺積分賽的金牌 而這面金牌的背後藏有洋蔥 張又欣表示她的阿嬤7月下旬過世 當時兩人就約定一定要拼一面金牌 場邊煌霧聲不斷 台灣溜冰好手張又欣高舉台灣會旗 臉上露出藏不住的喜悅 因為她要完成了與天上阿嬤的約定 就是一定會奪下金牌 抱一個抱一個 開心衝向教練直接來個深情擁抱 因為張又欣一路走來不簡單 除了阿嬤在7月過世之外 還因亞運選拔失利 甚至賽前不小心感冒 就算如此她仍努力不懈 沒有被挫折擊倒 她的狀況整體來說是真的算是蠻好的 她唯一就是賽前不小心感冒 賽後教練也坦言 這次比賽與以往不同是首次積分 從1萬公尺祭典淘汰賽改為5000公尺 節奏變快難以掌握對手狀況 此外在訓練場地上也深受影響 因為宜蘭只有一個場地 常因天后不佳打亂訓練 然後像這一次颱風其實我們也動員了非常多人去清理那個淤泥 其實一拳宜蘭就一個場地 所以如果那個場地沒辦法使用就真的沒辦法練習 中東阻撓主導不了張又欣奪金的決心 這回華輪溜冰世界錦標賽 隨著張又欣再添一驚 也為中華隊爭取明年成都試運 滿額參賽權注入強心針 記者張海婷宜蘭報導 新鑽健康 大樓 佩� incomes 老闆